现在要维持朱令的生命每个月都要四五千元的医药费 朱阿姨和无数数的退休工资除去必要的生活开销外 全部要花在女儿身上 朱阿姨说现在家里没有什么积蓄 目前她最担心的是将来一旦失去了他们的照顾朱令该怎样生活 多年来贝志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朱令的帮助 现在她已经是一家著名软件公司的CEO了 最近在贝志诚和很多热情人的共同努力下 帮助朱令基金会成立了 这家基金会除了为朱令筹集康复费用外 还对所有他中毒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帮助朱令基金会会不定期的组织募捐活动 在前不久的一次活动中 参加捐赠的清华大学女校友们 为朱令演唱了一首当年他们曾经共同演唱过的歌 希望听到这首老歌带出我们对朱令自身最真的祝福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 沉澡的岁月 沉澡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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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清那天空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 沉澡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 一九九五年至今 十二年的青春 十二年最美丽的年华 很难想象 朱令的家人是凭如何的坚忍 才换来了今天这样的平静 但可以想象 假如没有那场突变 朱令将像她的伙伴们一样 拥有怎样灿烂的前程和人生 时过境迁 当年校园生活的细节 能找到的线索已经很少了 加上朱令本人已经无法再追忆那一切 她中毒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让我们期待吧 期待真相终会大白 期待那个被打开的谜 不仅能给朱令的人生一个公正的注解 从而也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让她这种神秘又恐怖的元素 不再污染我们健康的身体和人性 我们更期待医学能够再现奇迹 帮助朱令这个十二年前的花季少女 恢复她本该拥有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